這棒呆得蠻紮實的大處去租軍一下就低頭的這顆球 代打Hoperoom 先去生涯首次代打拳打 這個我明德的小學弟啊很爭氣啊 這把兩分炮是讓雙方的比數來到兩分的差距了 九局下半富邦漢將還沒有放棄這場比賽 這一球打的還蠻遠的 打出去投手已經低頭了 他知道完蛋了 對又比較高角度的滑球進來 他擊球的瞬間他就知道這個應該是為新人員的打 最直接的是投手 哇那這時候呢我們看到 尋覓野頭的教練又來到了投手球上 所以富邦漢將連續兩場比賽 幫周路對上同時跟在周二隊上 樂天堂的比賽都是在第九局 最多一局才開始拿分數 而且都有兩分 哇這一棒也是很扎實 朱文賢在向後退 來 紅龍 哇連續兩發的代打 全力打雙方來到一分差距了 行裝棒球場要黑方了 哇下半季成真的第二紅 現在back to back的紅龍出現之後呢 比賽難說了 這也是豪盡在今年賽季被打的第二發的紅龍 哇發生了什麼事 沒有了 換的還蠻好的 代打的時候這個時候換的還蠻好 兩個都是代打打全被打 沒有想到我們的收視率 也在第九局出現了一波新高點 那現在 兩個人的情緒很複雜 呃 蘿莉快要 快要想辦法去解開他的敗頭束縛 哇 還是一個變化球被洆湞咬中 對 洆湞有力量 其實他是蠻有力量的選手 是有設定這個 攻擊的策略有沒有設定好 朱宇賢應該很久沒有在同一個半局 看到球從自己頭上飛過去兩次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洋洋 看完影片呢 記得要點一個愛心 如果還沒有訂閱的朋友呢 記得幫我點一下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這樣子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一支 最新的影片囉